因为我梦想的生活就是 老了后有自己的院子 摘自己的蔬菜 赏自己种的花 最好我家也有地嘛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要不我就回来建一个房子吧 留着以后养老用 开始是我辞职回来弄的 然后后来发现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我老公说 哪怕也辞职回来帮我弄吧 我们这房子是新建三室一厅 然后院子有两三百坪 这院子都是自己动手去弄的 我老公以前也不会做这些 但是他愿意学愿意做 一般是我负责指挥 他不得做 只要我想做的 他一般都能做出来 我们之前都是普通上班族 虽然并不特别富有 但我觉得人的一生 不能一直在追求真强的路上 还是要停下来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目前总共花费了三十万多一点吧 我们预计再花一年的时间改造这个房子 等小孩子上小学了就会成立 很多网友问 为什么都是我老公一个人在做 是因为他以后想自豪的说 这个山都是他亲手为我打造的 所以不让我帮忙 所以我觉得以前说我拍的是一个改造视频 我并想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